Hello 大家好 Finnickson Billy巴拉托 分享2021年第31个星期美加经济数据 都是7月就业及失业的数字 就业方面加拿大新增94,000份职位 这就比Statistic Canada说的15万份预期为低 从好方面这个数字已经比起PCOVID 2020年2月的时候 还差1.3%就回家鄉了 同一时间在这94,000份里面 有83,000份是full time的 只得小部分1,000份是part time 变相来说你可以说真实反映了 那些人是真的有公开而且是翻足时间的 这个从另一个侧面里面看到 就是Total Working Hours 亦都是增加了1.3% 都来到去反映到 同一时间这样就是Unemployment Rate 轻微下跌由7.8%6月 去到7.5%7月 你看过Labor Force 都增加了24,000 多了人来到去找工 多了人投放在这个劳工市场 在新增的职位里面 大部分大部分都是服务行业 制造业各方面反而是持平 没什么起跌 而在这个大部分来说 有35,000份是说餐饮业和酒店业 另外在这个Insurance Viu Estate Finance 这些金融界 亦都增加了15,000份的职位 反观就是这个recreation Culture 这些都是没什么升跌 Vitel也是没什么升跌 这个也是为什么会差过预期的原因 安省一枝独售 就是带动带动最多的新增的职位 反而New Bernswick Saskatchewan 以至到BC省都是轻微下跌 由3000至5000份不等 目前为止仍然都要看下Delta的影响程度 至今加拿大都控制得算OK的 虽然比起Step3 7月16日之前 那个确诊跌到全加拿大只有600宗 安省就百多宗 Tillberg也只有百多宗 现在已经刚刚突破了1000宗全国 安省在4月6日也上升到300宗 但是这个数字远比美国刚突破了 一日新增10万宗为低 同一时间 安省应该说是全加拿大 接种疫苗的数字 2针加上133% 如果分别的话 第一针去到72% 两针打完的就61% 这个是全部人口 如果是18岁以上 9成人都打了 不过不过 新的Delta病毒 或者未知会不会有什么病毒 那些针对于防疫能力 或者是中了会不会感染其他人 相对来说都较低的 有很多人都已经说了 是guarantee会有第四波的出现 只不过是政府怎样回应第四波 会不会有进一步禁止 或者假如放映暑假 9月再进一步开学的时候 看疫情会不会再进一步迫上去 如果是的话 开开客户 可能大家又要回到online 当然抱着一个心态 有得去好去的时候 反而死去更多 出街的时候不是不好的 集合一下 玩一下 但是更加需要注意安全 怕你打不打针都好 也是打口走 洗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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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面 每个人都事无其妙 都冲出去的时候 7月的新增就业职位 就有94,300份 94万3千份 比起6月的时候 93万8千份 就轻微上升 亦都反映了强劲的增长 虽然因为之前是非常之劲 所以相对来说 仍然都是欠了570万份的职位 或者是3.7% 才回到家乡 加拿大是欠1.3% 但是美国仍是欠3.7% 从这个角度来说 加拿大有点 失业率就由5.9% 就收窄到5.4% 之前是Below 4% 是历史的一个其中高位 就算不是最厉害 同样 跟加拿大一样 Lessures和Hospitality 是这样分发的 我们叫Accomendation和Food 增加了35万份的职位 当中有3分2 25万3千份 都是跟餐饮业有关的 哪怕Pumped to pre-COVID 餐饮仍然都是重灾区 比COVID之前 中而是有10.3%的gap 是需要回家乡的 这个已经比加拿大好 加拿大还有20% 才花家乡 在餐饮业里面 当然啦 随着lockdown 继续进一步恢复 更加会理想 因为我们准许堂食的时候 是7月16日才开始 变相来说 就业各方面 在加拿大就会有一定程度的滞后 对比起美国 除了失业或就业率之外 美国也出了7月的 ISM Service服务指数 仍然都是非常高 有64.1%的指数 传统来说50%OK 60%代表继续强劲 所以这个数字是OK的 同时间 7月也出了汽车销售 比6月的时候 就下跌了4.2% 14.8M 仍然是OK的 反映了经济仍然持续向上 除此之外 加拿大很有趣 Trade Deficit 本来在5月的时候 仍然是Trade Deficit 1.6M 去到6月的时候 居然有Trade Surplus 3.2M 最主要是Export 上升了8.7% 即使剔除了Price Impact Inflation 也有7%的上升 反而Import下跌了1% Tature Inflation 更加是2.2%的下跌 为何会有这么厉害呢? 最主要是Energy Related 的Product 能源的需求 上升22.9% 同一时间 Motor Vehicle和Pax 也有14.9%的上升 还有抗产类的Product 也有12.7%的上升 这些都反映了 第一 经济的复苏 第二 就是 之前汽车的Semiconduct 的Sortage 现在进一步来回复 虽然仍然处于Sortage Vehicle Inventory Pax Inventory 都是低的 仍然有待改进 但是在改善当中 而这个Input方面 最主要就是 Consumer Goods下跌了3.7% 反而Motor Pax 和Vehicle的Input 亦下跌3.8% 但是怎样计算也好 都是一个经济上 相对来说 算是挺理想的一个步伐 未来仍然都要看看 Delta的情况是什么 还有Supply Shortage 都是那支 那几支的哥仔 下个星期就会出通胀数字 到时就看看 美国的通胀估计 就是维持 好像之前那样 5.3% 按年的升幅 如果是剔除了食物和能源 Core CPI 就是4.3%的升幅 仍然是这几件事 都会继续来到左右大市 继续拭目以待的数据是怎样 今天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Like、Subscribe、Share BiliBala Talk